AZEKHRK Hello大家好 一年一度又來到Pycon 今年在台灣很開心 只是有點遠 我今天要分享內容是 防疫大作戰 我們用水牌加 freer的相機 還有在拍攝 我們做防疫熱相 א� 那我們這個內容其實是我們從去年開始做的 只是剛好今年就是COVID-19 然後後來就剛好拿出來用這樣 那這是投影片的授權 那我們前面廣告一下 那我們是台灣地區官方經銷商 目前台灣地區就唯一我們一級人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活動在台北 然後在主動在瑞水派的應用和推廣 那我們會辦各種活動 有辦聚會、工作坊等等的 那我們在9月28號會有第31次、32次社群聚會這樣子 然後活動應該明後天會公告這樣 如果大家有在台北 剛好有會去天通數據買書、去看書的時候 就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聚會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們設計的學習路徑 那會講這個是因為這樣 就是這個我們之前 這個我們做素媒派也做 瑞水派也做蠻久的 那發現大家對這個素媒派有很多需求 那一開始從學校開始後來到一些企業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設計的一個學習路徑 就是說比如說你在使用拍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說要買什麼東西啊 再來是你可能會想要用一些IO控制啊 然後再來是會想一些這個想要用一些IoT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影像處理啊 或是這個機器學習等等的 那這個是熱相機的套件啊 就是這個內容啊 是我們大概是從去年的時候開始長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多加一個貼布 多一個產品這樣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大概這樣 就一開始會講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題這樣子 那我們會講說為什麼會 光影像不真好嗎 就我們之前就用相機做了很多應用 那但是會有一些缺點嘛 那所以我們講一下說熱影像 這時候開始熱影像在這邊就可以帶進來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會有一個這個Fusion Pi這樣的一個專案這樣子 那上面有軟硬體的這個架構這樣 再來是我們怎麼用機器學這樣更聰明這樣 再來是未來的一些方向這樣 那一開始會講的光影像大概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光影像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大家有國中理話來教我們啊 那為什麼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樹葉為什麼是綠色的 那因為其實是這樣可見光啊 這樣打到那個樹葉嘛 那樹葉吸收大部分的這個光 可見光 所以它只把綠色光反射出來 反射光能忍眼 那最後你就看到的是綠色這樣 所以這個關鍵就是我們人看到的是可見光的部分這樣 但是其實在這整個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現實的社會啊 現實的世界裡啊 其實這個光譜是連續的 那我們人眼看到只能看到這一段 就是400Nm到700Nm這一段的可見光這樣 那我們其實用這個這樣可見光啊 光是可見光其實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這個光譜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應用這樣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可見光的相機器 其實已經到處分這個充斥在我們周遭 所以我們用很多做各種辨識啊 車牌辨識啊 人臉辨識啊 人形辨識啊 各種的辨識都已經就是落地使用這樣 那其實你用可見光會有一些問題啊 比如說你遇到這個霧霾啊 下雨啊 下雨啊 或者是霧霾啊等等的 或是沙塵等等的 那它會有一些 你就沒辦法做這些很好的辨識 因為受到這些不同的天候 不同的天候不同的氣候 你可能會受到這些影響這樣 所以你後面的這些辨識什麼的就沒辦法完成這樣子 那所以說這時候就有一個東西啊 就紅外線 那以前 其實這個紅外線的技術其實從以前就一直有這樣子 然後這個紅外線的技術 那只是在去年年底 就很多很多的這個國 很多的國家或很多公司開始很重視這個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紅外線讓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這樣 那比如說會讓我們認識到什麼 因為從去年到今年啊 我們有一些改變大概這樣子啊 就是我們去年 那時候本來覺得這樣子 沒出席的廢物 可是現在發現 對 前幾年 前四個 今年三月四月我們就覺得不出去最好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排隊 排隊 排隊買中國口罩這樣 聽起來是蠻慘的這樣 這是我們生活日常啊 然後生活再來就是我們需要到每個地方 不管是你的建築物啊 公司這個大樓啊 企業政府大樓什麼 你一定要做什麼 就是拿鵝溫槍去量你的這個體溫 拿你的體溫這樣 看有沒有發燒這樣 那其實這時候這個東西就是 紅外線的這個應用的範圍啊 對 為什麼要紅外線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光影像 其實有很多種種的問題啊 對 光影像能受到一些天候啊 氣候的這些不同的影響這樣 比如說像這張圖 你用光影像的話 你只能看到兩個人 對 後面其實它有這個 這個 這個塵埋啊 你可能就看不到 但你用熱影像 紅外線影像 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就不受這些 這個影響這樣 那它其實它透過的是 就是讓我們 透過的是溫度的防止啊 讓我們看到溫度 就溫度可視覺化這樣子 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東西這樣 那所以這邊前面會講一下說 就紅外線原理啊 那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話這樣 那因為這紅外線原理其實這樣 因為它就要從熱的原理開始講起這樣 就是好像講國中理話這樣 對 因為熱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 熱有三種方式 就是傳導啊 對流傳導跟輻射這樣 那對流是透過流體嘛 比如說空氣啊 或水啊等等的 那傳導的話可能透過固體這樣 那對流 那輻射的話就是 它不需要透過介質 所以說其實說太陽 它如果太陽照射 我們會感到熱 對 那是因為它透過輻射的方式 傳過這個大氣層 到我們這個 傳過這個大氣層 然後我們就可以感受到熱這樣 它不需要介質這樣 那所以說其實紅外線輻射 就在講這個事情啦 對 這個 我們有一個這個 普朗克定律 告訴我們說 絕對溫度超過 復合器三 就絕對零度下的 所有的物體 都會發出紅外線的輻射 那 你要注意的是 紅外線輻射是 只要去超過絕對零度的物體 它都會發射紅外線輻射 可是 剛剛我們前面第一張圖 有在講那個光譜 它其實它是一個連續的光譜 所以它其實 對這種紅外線來說 你知道超過絕對零度 它發射的這個光譜 是一個連續性的 那連續性的話 包括這個紅外線 其實就包括有 比如說短波 比如說短波紅外線 比如說中波紅外線 跟長波紅外線 對我們這個整個紅外線輻射來說 它是一連串的 這個波長都會發射這樣 那只是在不同波長的時候 它其實我們偵測的 我們去讀到這個波長 是它有不同的應用範圍這樣 那比如說短波紅外線 就是假設我們是 做一些夜排夜視 就是我們做一些 像這個一些 camera監視器 那可能說 在晚上的時候 要能拍到 拍到一些 這個物體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短波紅外線 就比如說 它可能是 850個nanometer 它有這樣的波長 你就可以 這個偵測到 那比如說中波紅外線 跟長波紅外線 就適合是 就是熱輻射的部分 這樣它可能就是 就是在做熱像檢測的部分 那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使用的會是 長波紅外線 這樣的波長 就是8-14個 這個micrometer這樣子 這樣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就對我們來說 整個輻射 紅外線輻射大概是有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到這邊 長波紅外線這樣 短波紅外線在這邊 中波紅外線 長波紅外線 那其實我們 偵測是長波紅外線 就一般來說 我們市售 就我們常用的熱像椅 是這一段的頻段 就是這一段的波長 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根據這個東西 我們怎麼去得到這個溫度 那其實是這樣子 那這要講到 Stanford Boseman的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 單位面積 單位面積 在單位時間 它發出的這個 這個 就能偵測到的功率 跟單位面積 單位時間 它會跟T 就是T就是絕對溫度 的試試方案 成正比這樣 所以簡單來說 假設我有個設備 有個Sensor 我能偵測到溫度 那其實我就可以回推 我其實 我能偵測到某個能量改變 我就可以回推 它溫度的變化這樣 就是它的溫度是多少這樣 所以我們只要有個Sensor 能感應到這個 它這個功率的變化 我就可以回推到這個溫度的改變這樣 所以說整個熱相機 整個熱相機 一般我們講的這個Sensor 就紅外線熱相機 它大概整個構造就是這樣子 它前面有個透鏡 它前面有個透鏡 然後這邊會有個Holder 就是Lens Holder這樣 那下面會有個這個FPA 就紅外線陣列 它上面其實有很多很多個Sensor 這個Sensor 這個Sensor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它會接收到不同的這個能量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能偵測到是能量改變這樣 能量改變 讓它去做一個時間 對時間做積分 讓它可以回推溫度的變化這樣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這個上面 就有一個Sensor 那這個成為是紅外線真理 或FPA這樣子 整個構造就是這樣 所以它整個 對整個熱相機來說 它整個這個原理 就是一般來說 它上面有很多個Sensor 就比如說我們講它解析度 那透過這個Stain Boltzmann的定律 它可以換算出溫度 那這個溫度它會需要經過正規化這樣 因為其實這個整個溫度它可能 在我們可視的範圍這樣子 可能我們把它需要 就是太熱或太冷的溫度 我們就把它移除掉 那我們把它經過正規化之後 那再把它做可視化 所以我們會去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就是視覺化的溫度的顯示結果 所以整個這個熱相機 大概它整個顯示原理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會用哪些就是相機呢 大概是這樣 那第一個目前啊 目前這個市占最高的 市占率最高的 就是這個Lebutton Lebutton的LW-I-R這個 那這個Lebutton就是 有一間公司叫Frier Frier 美國公司 那Frier的Lebutton是 它對這個Maker 特別設計的一個 出的某個型號這樣 那剛剛講那個LW-I-R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長波的紅外線這樣 那它有設計各式各樣的模組這樣 就是不同樣式的模組 那它這個Lebutton 就是Lebutton這個型號 因為它是給開發者用的 所以它可以裝在不同的設備上 那比如說你可以裝在這個 树莓派 Restipide上面 裝在這個 Arduino上面 裝在這個 STM32 或者是ST的開發板這樣 那除了Lebutton這個 這樣的 型號之外 那Frier這間公司 其實出了很多 整機式的設備這樣 那比如說可以接在手機上 比如說可以接在這個 上次那種一般的 俄溫槍 或者像做在相機裡面 那其實這個價格都不一樣 像這種 光是那個小小的模組 就我們用的時候 一般用模組 大概整個模組 就鏡頭大概就六七千塊 那如果加這個底板的話 大概就要到一萬塊左右 那如果是 像我說像這種 這種整機式的 像這個可能五萬塊 那這種可能十萬起跳這樣 價格其實是很高的 但是它的那個功能 當然也是不一樣 有不同這樣 那我們一般來說 會用到的這個熱相機 大概會有這幾個規格 就是大概會用這個 用2.x的 因為3.5會比較高檔 而且比較難賣這樣 那就是我們用 一般用這個2.5的這個規格 它這個有這個熱輻射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偵測到熱輻射 那這個規格 這個規格就好 反正它解析度還是80x60 80x60就是 就是我們一般講說 像我們現在講到我們的相機 隨便都是一千五百萬像 對不對 你就覺得80x60是什麼規格 但是它就是這麼貴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精密的這個Sensor 然後還會做各種運算這樣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看的是比如說它的這個FOV 就是它的視角 那FOV其實我們會根據FOV 或根據這個還有根據這個Resolution 就是它的這個解析度 那我們其實可以換算出它的這個精確度 大家其實對於這種熱像機大家第一個會問說 它的精準度是多少 它到底多少 那根據這個 根據這兩個 那我們反正可以計算出一個公式 那我們稱為SSR公式 SSR公式你可以算出大概它的準確度是1比122 1比122的意思大概就是 你在1.2公尺的部分的距離 大概可以量一公分 大概可以量到一公分的物體 這樣子 那它的誤差值 理論上是 官方的提供是大概5個爬線這樣子 5個爬線左右 或者是正負5度 你會覺得正負5度很多 對 那官方提供 但是我們實測的話大概是 對1公尺大概會 會有2度的 2度的誤差這樣 2度的誤差 所以說一般兒溫槍 比如說我們 兒溫槍比如說 37度就發燒 那可能用 像用熱像的話 可能36度以上 可能 或35度 36度 就是1公尺外 你可能就覺得 可能是發燒這樣 大概是這樣 就會有1到2度的誤差 就實際上 實際上的 這個 實測是這樣子 那這個整個 這整個熱像的 它系統價格是這樣 對它來說 對它來說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從Lens 進來之後 它有一個 對應的熱的 一個熱敏電阻這樣 那它會去做比對 跟那個FPA 就是跟那個 紅外線交平面去做 做比對這樣子 然後它的輸出 就對它來說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SoC 那裡面會去計算 去做剛剛的溫度換算 那你對我外面硬體來說 那你的控制存局 是透過這個I2C I2C 送comment過去這樣 那它會回你什麼 它會回你的是走這個 SPI 它的SPI界面 那它的所有影像是從這個 走這個 SPI 所以它寫 SPI 應該就是走那個 Video over SPI 這樣 就要影像是從SPI的這個 界面傳輸的這樣 那它裡面 它會有一個 因為2.5的這個 就是剛剛有 Leption 2.5 以上的這個 它會有一個 熱輻射的這個計算 它會做 對熱輻射的一些效果 會有更好的計算 因為那 它裡面會有做一些 我們講的 Auto Game的 就是 一些 的一些控制 它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 這個運算結果這樣子 那 一般來說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我們 一開始 初 使用的時候 那我們會 測試一下說 這硬體到底是好來壞的 那其實這個 Leption 他們有一個 合力的協力的一些 這個 就是經銷商 代理商 那叫 Group Gets 那它有提供一些 這個 SDK 因為原來Fleer 它只提供一個 Win32的 SDK 那後來 Group Gets 他們有做一些 其他平台上面的一些 這個 把它Porting到其他平台這樣 這樣 那比如上面有提供這個 Ray水派 或是這個Arduino 或是這個BeagleBone 或是這個STM32 等等的 那我們通常都以這一個 這個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 SDK 做參考 這樣子 那比如說 我們這時候 假設我們前面 大概也知道說 這東西怎麼用 這個原理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試試看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試試看 這樣 那因為我們是這個 我們主要是做素媒派的相關應用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就是 以素媒派為這個基礎 來去使用這樣 那素媒派如果說 大家因為現在從 它從2012年賣到現在 大家可能對這個 東西也比較清楚 反正他是這個 英國劍橋大學的三個老師 他為了這個 學校的這個教育啊 他就設計了這個素媒派 當作是一個教具這樣子 那素媒派其實它從2012年啊 到現在就2020年 他其實出了非常多代 出了非常多代 目前最新的一代是Pi4 目前最新的一代是Pi4 目前最新的一代出到Pi4 而且賣得很好 現在賣了3000萬台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會很好用呢 因為 為什麼這麼多人用呢 因為它上面有這個 可以接GPL啊 那可以接這個相機模組 所以說我們 如果說我們這個 等一下使用這個熱相機 接上素媒派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GPL的部分 去跟我們的這個 去做存取這樣 就可以跟我們那個 跟我們的那個 熱相機做存取這樣子 好 那我們準備要開始 來接線使用啦 那使用方法當然 使用方法大概是這樣 剛剛前面有講 就是它我們主要熱相機 就會很貴 貴鬆鬆的這個 The Freer Laptain 這個相機這樣 那它會需要一個底板 它會需要一個底板 這樣 那我們用的是這個 Breadbow的底板 Breadbow的底板 它用GPL存取這樣子 那可以讓你方便 就遷入到不同的設備上這樣 那它需要一個 很複雜的接線 複雜的接線 然後這時候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剛剛提供的 範例程式這樣 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講的 GrooveGate 它提供的範例程式 那我們會 通常會先試 比如說拍照 比如說我就是 這個影像的部分 那我們先確認說 你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正常使用這樣子 那比如說我們就準備要來試試看 那比如說我們就準備要來試試看 如果大家沒看過的話 就是說你有舉手或什麼的 你應該會 如果有在動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 所以你看其實這個 我們這個 看起來其實 這個 在這間教室 可能如果是很暗的話 那其實你偷熱相機啊 熱相機的話其實也是 無所遁形啊 這完全是看得到這樣子 這樣 那除了之外 那我們大概 假設你知道了這個東西之外 那我們可以開始怎麼做呢 因為剛剛 剛剛那個範例大概是 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 你的 溫度 你的溫度 就是把你的溫度可視化 就會看到說 你的這個 就是看到 這個 視覺化的溫度結果 但其實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比較關心的是 你怎麼去計算溫度這樣 溫度的計算其實是很複雜的 很複雜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剛剛講這個 熱輻射啊 溫度的這個 的來源啊 是從熱輻射來的 熱輻射 那它透過一個時間累積啊 去積分出它的這個輻射量這樣 然後換算出溫度這樣 所以說其實這個整個 整個 你能整 整個你會影響到的部分 影響到這個 這個溫度的測量部分 大概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是你本身這個相機的解析度 所謂熱輻射這樣 這個物體 它會表面 就是它假設有溫度 它從表面會發出熱輻射出來 那你這個相機啊 剛剛經過剛剛講的 有一個透鏡啊 焦平面啊 最後你會經過這個 Stand Boltzmann的這個定律之後 你會算出它的溫度這樣子 那它的這個準度就跟解析度會有關 解析度會有關 再來是 你在做這個 這個量測的時候 第二是 你要考慮的是 這物體它會有反射率 所謂反射率說 它的 你現在能讀到的這個 熱輻射的值 這個能量是從它本身 發射的嗎 還是人家打過來 然後它反射回去的 所以它會有反射率的問題 那除了反射率 你要考慮這個物體 它會有個發射率 發射率跟反射率不一樣 發射率跟反射率是互補 加起來等於1這樣子 那所以說 我們當然 最好的最完美的這個物體 就是黑體 黑體嘛 黑體輻射的話 它視為這個反射率是0 那發射率是1 但事實上現實上 這不是沒有這種東西 現實上不會有這個東西 這樣 所以說我們 要去考慮它的反射率 所以對不同物體的時候 它的測量 的結果會有誤差 那再來是 它算是不受到天候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可是 不受到天候 氣候的這個不同影響 但是 它會還是 你透過這個大氣啊 或是這個距離啊 你還是會 能量還是會消耗掉 所以說它還會 根據這個 這個氣候 或者遠近 你會 能量會算出來的 會不一樣這樣 算出來會不一樣這樣 所以其實影響到這個 熱輻射的這個計算啊 其實有蠻多的影響 所以說對這個實際上 這個FREER 它提出這個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 你把它這個 這個數學化 你就會發現 你能 比如說這裡的場景吧 這裡的場景 那這裡的CAMERA 那這個CAMERA的話 你能得到的這個溫度啊 你的溫度 其實是好幾個溫度的加種 比如說你從那個整個 這個它 發射的部分出來 輻射的部分 那後來再會減掉這個 大氣的這個損耗 那再來要減掉這個 你的這個 發射率跟摺失 就是你的反射率 那到最後 你算出來的結果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簡單來說 你把這個溫度算起來 長這個樣子 問題會計算公式 那它裡面會有一個 對應的 會有一個對應的 符號意義 所以你把這個什麼 這個各個發射率的場景啊 這個場景的發射率 或是這個什麼 各種的這個 計算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是現實 不是這麼 現實不會這樣算嘛對不對 所以說 為什麼要買很貴的相機呢 因為它幫你算好這樣 它幫你算好 它幫你算好 就是這個很複雜的東西 它就一行公司 都幫你算好 在它這個裡面 它會跟你說 喔你算出來 其實你得到是一個RAW 你得到你從 你每次去跟它問溫度 每次去跟它問溫度 它就會回給你的RAW值 那你去檢量273.15 273.15就是絕對零度嘛 然後你再去除以100 因為它是14bit 所以你要除以100這樣 那你算出來就直接是 這個攝氏溫度 所以很開心這樣 所以說 你就很方便的 就可以開始去使用啦 對 前面真的是 如果是買不同家的 這個不同家的 這個熱像機 熱像儀 你可能 你可能就要去做很多這樣的計算 針對不同物體 比如說金屬物體 或是堆木頭 不同材質 它可能就要做調整 所以我們正常來說 這種相機都要去做校正 才會準確 但是這為什麼賣那麼貴 就是因為它幫你做好這些事情 它出廠的時候 就幫你做工廠校正 所以說 你就要相信它出來的溫度 是準確的啊 假的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非常開心地去看一下這個結果這樣 有時候會這樣 那這個左邊在跑是什麼呢 左邊在跑其實就是溫度啦 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在哪裡啊 這個我記得是在 因為我是 因為我就把一個點列出來 把一個點列出來 這個點就是在 在這邊 反正我把這個讀出來這樣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 這個 把它顯示出來 溫度就升高對不對 讓它輕一點還會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點 我這個反正印出來 因為它本來它印出來 一次出來應該是80乘60個pixel 這樣 80乘60個點 所以你應該印出來是 會很多嘛 那反正我們就 把它顯示一個點 那左邊就是原來的RAW值這樣 右邊就是你換轉出 這個 攝氏溫度的結果這樣子 所以你就很開心這樣 我們來做一些比如說視覺化 應該說不是視覺化 就是我們把它做一些 簡單的一些顯示這樣 比如說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針對某一個點 針對某一個點 比如說我們就針對這個溫度 這個地方去做偵測 那我們在旁邊再畫一個bar 一個colorbar 那colorbar 那colorbar你就可以顯示 顯示那個 它的範圍嘛 那時候你就比較知道 那一樣這個我們就可以去 這樣 那數字又變了 很開心 對 所以很棒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果然我們這個 從熱相機 我們就開始會 感覺我們開始有點掌握了 對 開始覺得非常好 但是 你就發現 這樣聽起來 好像有點蠢 我要必須要這樣 才知道溫度 對 你必須要很準的 對 為什麼我們要用熱相機 不要用鵝溫槍 對 因為它其實它一般來說 它能偵測是全部的 就是全部的 每一個點 它都可以測到溫度 對 為什麼 那如果鵝溫槍就做一個點 它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鵝溫槍就有個點 那熱相機它一次可以打很多點出來 對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 那因為它可以測全部的溫度 可是如果說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要測某個地方溫度 那必須我們要對準那個地方 感覺廢話 對 但是我們這樣感覺很麻煩 很麻煩 其實這個東西還是有些 還是有些可以改善的 要改善 對 比如說最主要改善是這樣 假設我們現在要測額溫 那如果這個東西還要靠近你這邊 然後把那個點 瞄準到你的頭上 對 拿那個點的 紅色那個點 瞄準你的頭上 喔 這是37度 發燒了 那這樣就聽起來很麻煩嘛 對 所以要怎麼樣 更有智慧的去測量呢 那當然就是 我們就用 最好的方法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 找到人臉 再進去測溫 那是不是聽起來很美好 所以說我們就需要 多一個相機 多一個需要多個相機 那多個相機 那官方 就是瑞士拍 他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相機 那因為其實這個 從一二年到現在 那蘇聯派賣得很好 所以說 其實會有很多廠商 就形成一個這個 我們講的那個Ecosystem 那很多廠商 就會幫他出很多奇心怪狀的相機 這樣 那一般就是一標準型的相機 那再來這個可能是 有些是可以做這個 夜市的 或者他做的魚眼相機 等等 他出了不同的相機 這樣 所以說我們就 為了這個 我們就做一個雙相機的專案 那這個 當然是跟Python有關 上面跑這個 Rexify的OS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用NunPyke OpenCV 主要是這個 然後上面可以跑這個 TensorFlow跟Keros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一些 機器學習的應用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透過 網路去存取它 這樣做類似IPcam 然後我們用Flesk 來做這樣 那它所需要的硬體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啊 素媒拍 拍式 然後剛剛講這個 貴鬆鬆的相機 再來是雙相機 所以我們就多搭一個 原廠相機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有個 看起來很黑的外殼 因為這個拍照 不管 它就是這個 High拍外殼就是 它可以把它塞在裡面這樣 看起來就是 你不會讓東西都露出來 看起來很遜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你要在上面 你要加工啊 所以你最好要 挖洞 這樣 所以我們在上面 描了一個圖紙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很辛苦的 在那邊手工 不過後來發現 這張照片不好 所以我應該要戴那個才對 戴那個 防護的面罩 下次我會戴 錯誤示範 然後再來是 做好大概結果 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反正上面有兩個相機 一個是Freer的Laptor 然後再一個是 標準的Camera 那有它之後 你就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更有趣的應用 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可以做雙相機 喔 因為我忘記 我用160的樣子 對 用160 可以 可以 看到嗎 看起來不錯吧 兩個相機 兩個相機 是不是就可以看那個嘛 對不對 兩個相機就可以看 可以看 看起來不錯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這樣做 如果你就滿足的話 其實就 不行啦 那 因為會有一些 問一下 比如說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把這兩個 合在一起 把這兩個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會怎麼樣呢 看到嗎 這是光相機嗎 光相 應該站這邊 然後我們把它 alpha 把它高一點 就覺得好像 看得到嗎 發現 好像鬼影追追追 看得出什麼問題嗎 蛤 蛤 欸 對對對 這時候問題就出現在這邊 雙相機就有這個問題 雙相機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雙相機的話 就要做什麼 一定要做校正 一定要做校正 因為這兩個相機 對不對 一般我們講相機的時候 我們就要講它的相機模型 相機模型 本身它有一部分 內殘跟外殘 第一它有一個相機的鏡頭 就有一個參數 再來是 它會有一個外部參數 還有一個內部參數 那內部參數 外殘就來講 它跟這個世界坐標 會有一個旋轉跟平移的一個 一個矩陣 那內殘就是它 比如說它自己的 它會有這個相機 會有這個鏡頭 會有Distortion 或是它有一些 這個其他的 變形這樣 等等的 那你就要求得了 內殘跟外殘 才能換算出它的 得到的矩陣模型 才有辦法 根據這個 就是辦法做校正 以後每一個影像 才有辦法回歸到 真實的 真實世界的 這個坐標 這樣子 那 這是單相機模型 就有這個問題 那雙相機更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 對一個場景 我們有兩個相機去拍照 你可以知道這兩個相機 即使是同一款的 可是它們看到的 這個畫面 雖然看到像同一個畫面 可是它們因為會有 旋轉跟平移的 這個 誤差 這個不同 所以它們一定 拍出來的場景的結果 一定是不一樣 一定是略有不同 這樣子 那 但是這個東西假設 我能去描述 我假設我能去描述 就是 假設我拍出來 這個 左邊這個相機 我能拍出來這張照片 那 右邊拍出來另外一張照片 那假設我能描述這兩張照片 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關係稱為 是Homography 就是單應性 那假設我們能做 這樣單應性的 這個轉換的時候 那以後 每一張圖 假設我就可以 左邊的圖拍照之後 去乘一個Homography 就是這個 H矩陣 我就可以 這個得到 右邊拍出來的結果 這樣子 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稱 這個關係 他就是在講說 這兩個不同平面 但是對同一個場景的 這些關係 是這樣子 那假設有人求到這個值 求到這個 H的矩陣 我就可以去 得到這個關係 那是跟我們 有什麼關係呢 那有關係的 就是因為這東西 就是我們 這個東西很常來做 投影變換 投影變換 所以說 我假設我兩個不同相機 我現在假設拍出來的左邊 我可以透過這個Homography 我就把它推得 如果是正形 就是它如果是 這個經過校正後之後 應該就會變成 右邊這個像 這個樣式 這樣子 那這東西 就可以應用到我們雙相機的 這個 這個 雙相機的這個 校正裡面了 因為我們這兩個相機 它一定會有 雖然擺在一起 但是它一定會有 這個旋轉跟頻率的誤差 假設我能求出H矩陣 我就可以 從左邊跟右邊 我可以讓它去 算出重合的樣式 這樣子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現實又有一些 其他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相機 它本身 它的視角會不同 就是它的 我們剛剛講的 它有旋轉跟頻率 可是除了之外 它的這個FOV 可能也不同 即使你兩個相機在一起 可是你還是會有 點誤差這樣 那所以比如說 這兩個相機 可能擺在很靠近的部分 擺在很靠近 可是你拍起來 可能一個是很 它的視角可能很小 可能只有24 左邊視角可能有50 所以它可能看到的東西 就會不一樣 看到都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直接求 這個H矩陣 其實是不夠的這樣 那所以說 我們就會提 就是我們就有一些 這個文章 就在論文在參 這個討論說 你怎麼把這個 光影像相機 跟熱影像相機 做校正這樣 那目前比較好的方法 是透過這個 多尺度的樣板 匹配這個方式 簡單來說就是 這就是影像處理的這個技巧 就是我透過樣板匹配 我找出兩個 這個兩個照片之間的 這個他們的 他們這個 mation point 那再來是 因為 因為樣板匹配 它會有 它會有 尺度 它會固定大小的問題 所以你就必須一直放大 一直連續放大 縮小 你就可以找出 這個 它之間的關係存在這樣 那反正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做 那透過這個方式去做的話 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把它 這個 把它這個 做校正這樣 那比如說 大概坐起來長得各樣這樣 就是我們對它任意拍張照這樣 就是我們對它拍張照 C 它就拍張照 那這照片會出現 它的照片會 會同時記載這個熱影像 跟光影像這樣 剛剛拍的結果 那我就可以根據這兩張照片 我就可以去做校正這樣 我就可以根據它做校正 那校正方法就是去執行剛剛那個 去做那個剛剛多尺度的模板匹配 樣板匹配這樣 做完校正啊 做完校正它就會產生 剛剛講的Homography 就是Homography的矩陣 Matrix 那有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看看 那有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看看 校正完的結果會比較好嗎 這是校正完的結果這樣 校正完的結果這樣 校正完的結果 這樣比較好嗎 那就是 這就是你經過校正之後 它兩個光影像跟熱影像的Friend就會重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好處 假設我們做這個事情的好處是什麼 這好處就是 我可以做雙相機 智慧型的雙相機 怎麼說呢 對我來說 我把光影像做什麼 我們剛剛前面的光影像這麼智慧 又可以偵測人臉 又可以偵測人形 又可以偵測狗 偵測貓 什麼都可以偵測 我把光影像 找出人臉 找出人臉之後 我把這個Bunding Box 這個坐標子 貼到熱影像 然後就會去找出 比如說最高溫 或者找出平均溫 等等的 然後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這樣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自製熱相影這樣子 做起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好小 忘記把它放大 怎麼那麼黑啊 太黑了 這時候光影像如果在很黑的情況下 就無用無之地 不知道照到誰 怎麼可能照那麼遠 前面的 同學同學 你可以把口罩先把它脫下來嗎 有有有有看到沒有 距離因為太遠了 所以它溫度不是這麼準確這樣 大概兩公尺多 但是如果一公尺之內 大概就會低於大概一度 一度兩度左右 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就是 你用熱影像做出來 就是用雙相機做出來 就會這樣子 你間光影像做出來 找出人臉 找出人臉 然後把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 如果說你這個 沒有做 沒有做 校正的話會怎麼樣 光影像得出來的結果 這個位置 你就貼到這邊 你就測到旁邊牆壁的穩度 這就不對啦 對不對 所以就是校正是很重要的這樣 那我們怎麼樣讓他更聰明 對 怎麼讓他更聰明 更聰明的方法就是這部分 因為我們前面 一般來說機器學習 都可以做很多次 做很多 前面講很多 我們就收資料啊 做處理啊 做建模啊 最後你產生模型 這樣 最後產生模型 那問題就是這樣 光影像其實已經 已經有做過太多了 對 所以大家已經 就 要花一堆錢 他們弄了一堆錢 然後去把這個 整個資料集給做出來 然後他又把這個 所有的分類啊 各種的這個 這個 label 都做得很好了 然後再把它開圓出來這樣 那已經有大量資料庫 可是其實 問題就是這樣 光影像有這樣子 非常好的一個 已經有非常好的資料集 可是熱影像沒有啊 對 熱影像沒有 所以你如果一般要做的話 你要怎麼樣 你要做 熱影像要 如果假設你喜歡 做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做 人工標記這樣 人工標記這樣 那人工標記的話 我們有一些 當然現在有些技術 可以做這樣 就假設我現在可以 這兩個影像可以做重合 已經做重合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光影像的方式 那去回推 就是光影像的這個結果 我假設去自動化去得到標記的時候 我把它跟熱影像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 每一個光影像 我拍一張照 我同時拍兩張 那把這標記的結果 對應到熱影像 那把熱影像的結果 最後很多張這個 已經標記好的結果 我就拿去做訓練 那拿去做訓練之後 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 熱影像人型偵測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是說 我以後可能 再也不需要光影像 我用單相機 我就可以做偵測了 我就不需要雙相機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 就是它的價格會比較低一點 而且它速度會 可以再比較快一點 我就可以用單影像 做到這個事情 這樣 所以說你到最後就可以這樣 做到這樣的人機介面 比如說我可以單 這個人走過去 我只要光是熱影像的相機 我就可以判斷出 是誰是誰 不過目前這是 預計 還沒做完 進行鐘 進行鐘 這樣 那 未來有些 很好玩的東西 可以應用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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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們要拿出 很多 比如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 一個 合作的廠商 那他們專門做 微投影機 那這樣就是微投影機 這個 這都是微投影機 那這微投影機 可以幹嘛呢 可以幹嘛 它可以 可以 這個微投影機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可以戴 戴在臉上 不是戴在眼鏡上 戴在頭上 這個微投影機 可以 可以動一下 那這可以怎麼樣 這可以 這東西可以 這東西可以怎樣 這東西要把它 彎 彎 因為這個是 微投影機 微投影機的意思是說 就是 微嘛 就是 比如說我才看得到 所以我才看得到 我才看得到 我才爛的看得下 就是我才在這個樣子 假設你戴這個眼鏡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對 戴眼鏡 應該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樣 那因為你們沒有戴眼鏡 所以我就把這個 打出來給你們看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我可以用它 把剛剛的畫面打出來 可是這個可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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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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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蛮有趣的应用 那以后你就不只用耳闻枪 也不只用热效仪 你就可以带着 保全可以带着 然后看 你发烧了 你发烧了 看起来很像那个悟空 那个战斗力指 是不是这样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用微头影机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这样子 对 对 差不多就这样子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谢谢So Sorry的分享 然后 其实还有三分钟 因为刚刚delay十分钟的关系 所以在场观众 有没有人要问So Sorry问题的 不要害羞 有问题可以 想问问题可以赶快举手 没有一位 等一下 我拿 请问一下这个 就是在温度的校正方面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让我们测体温比较准确 因为测体温如果正负两度 其实在医院可能没办法接受 因为两度就已经是 有发烧或没发烧的 这样的range 你讲的很好 这个方法大概这样 对于它来说 现在它的校正方式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FSC的校正 前面 你可以透过这个 内建的FSC的校正 去做这样子 那通常校正方式 就是 我看另外一个通片 通常这个校正的话 我们会需要透过 黑体辐射校正 看一下在哪里 看一下在哪里 等一下我找一下 没有应该在后面 我忘记顺序 这边吗 不对 找不到在哪 真尴尬 我找不到在哪 我想不起来 对我们应该用黑体辐射做校正 这一般来说 就是你可以买到黑体辐射的设备 你可以再去做手动校正 但是理论上它做校正 因为它做出来出厂是工厂校正这样子 那应该就是 准确度应该就可以 但是还是可以做 这个事后的校正 再来就是 你如果要比较精准 那请买解析度高了 那目前用80×60是最低阶的 那一般这个 Fear Leptin 这个系列 比较高的等级 大概是160×120 160×120就大概距离 我们刚刚说是1.22公尺 可以测量一公分的话 如果是160×120的话 大概就乘以2 大概2.44公尺 可以测量一公分的 那如果近一点的话 它准确度会再高一点 所以说如果说 它的1.2公尺 它的准确度会比 80×60还准 那应该 我自己实测 它应该就低于2度 应该是1度左右 这样子 所以简单说 就是你可以做 内建的校正 大概就是买高档一点的 就是Fear Leptin 3.5 那因为更高阶的解析度 比如说3.2.20年 它就没有出这种模组型的 它就要出 它就是那种 整套的设备 就是很贵的那种一支 或是很贵的 一个相机的那种形式 就是5万10万起跳那种 可以吗 这样回答到吗 好 谢谢 那其实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谢谢So Sorry的演讲 如果还想要详细 问这些校正或技术 具体也可以私底下来找So Sorry 谢谢 我感谢你 Mobb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在我 担心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